黎子的美定为天人 当年张博之曾说只承认一个人比自己美 那个人就是黎子 单知无愧的神言啊 但就是这么一个风华绝代的美人 却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十五岁 还退步餐级的男人麦严强 这段婚姻一直不被外界看好 马严强年龄长相都不占优势 唯一有的就是钱 是香港著名的大富豪 黎子的追求者非常多 不乏大富豪 马严强追求黎子多年黎子的不为所动 当年黎子的弟弟出车祸差点成植物人 和弟弟感情很好的黎子一度崩溃 赤马严强垫付黎子弟弟高昂的医药费和悉心照料 终于打动黎子 黎子于第二年便嫁给马严强 于是这段婚姻被称为没有爱情只是抱恩 即便是现在 黎子和老公已经结婚九年 欲有三女还是会有一些反对的生意 认为黎子为了把恩嫁给残疾老公婚姻不幸福 但小八却不这么认为 黎子的微博虽然很少晒自己的老公 但是在两人结婚九周年纪念的时候 发了一条微博 晒聊以前自己和老公的婚纱照 笑容灿烂幸福洋溢 黎子还表示 相对九年前自己老了 又皱纹了 又白头发了 但是都不在意 因为自己已经变得自信 知足 快乐 感谢老公给自己一个温暖美满的家庭 如果问他爱情是什么 就是和老公一起慢慢变老 老公把自己当成小孩子一样 永远珍惜 言语简谱但每一句都是俺粗粗的狗人啊 每个女人都希望能被人宠成孩子 黎子能有今天的自信快乐 相信也和老公的疼爱离不开关系 笑容灿烂的他眼神里透露出的幸福藏都藏不住 而黎子放着这张光纱照 看上去 马严强是坐着的 但是马严强腿部残疾严重 每次出行不是主管就是坐轮椅 可以看出黎子是为了维护老公的自尊心 还有这张黎子和老公的合照 明显是把老公给剪掉了 只露出一点点 这样既发了和老公的合照 又避免了某些不理智的粉丝攻击老公长相 可以说是情商非常高了 而老公给黎子送了九周年纪念礼物 也只是一束花而已 不像其他富豪 动不动就是豪车别墅 两个人平淡也幸福 现在的黎子可以说是个女强人 经营的公司是价上十亿 当然这一切也离不开老公精神上 资金上的支持 而黎子的三个女儿都很光巧可爱 会帮妈妈一起做汤圆 节日会签手制作卡片送给妈妈 小巴想一定是在特别友爱的环境中 孩子才会成长得这么好吧 虽然没有黄外要进城 但在豪门为了庞大的家族产业 还是会追生儿子 连生三个女儿的离子也没有受到国家的清单 过时过节会把自己的家人 亲爱和老公家一起团聚 其乐融融 其实不管黎子当初嫁给老公的初衷是什么 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她非常爱自己的老公 过得很幸福 而老公虽然有残疾 但是对黎子十年如一律的好 也是很多人羡慕不来的 容貌会衰老 但爱不会减少 小巴在此也祝黎子女神能一直幸福下去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